Hello,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崔老师 欢迎你们跟我继续一起来学习七到九集的词汇 今天我们来学的词汇是 驰名,驰名 它的意思是指声名传播得很远 这个注意,这里面的一般是指非常好的名声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句 贵州茅台历史悠久,酒香浓郁,驰名中外 贵州茅台是中国白酒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 如果你们喝过中国的白酒的 可以知道它的度数比较高 所以它是驰名中外的一个品牌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中国长城是驰名于世的伟大工程 那中国的长城当然了 在世界上的景点里面 人文历史的景点里面都是非常有名的 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很熟悉知道它 所以我们可以用驰名于世来表示 那驰名这个词我们通常有下面的几种固定的搭配 第一个是驰名于世 还有驰名天下 或者我们可以说世界驰名 都是指声名传播得很远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驰这个字的意思 它有三层意思 第一个是指我们看到它是马字旁 它原本的意思是车马在奔跑在奔驰跑得很快 我们可以说驰程或者风驰电车 风驰电车就是指跑得非常快 第二个意思呢是隐身的意思是向往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叫新驰神往 我心里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 可以用新驰神往 第三个意思就是传播 那就是我们今天驰名它的意思了 就是声名传播的很远了 今天的词汇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